喂喂喂 聽得見嗎 馬上就要到畢業季了 接下來我們將採訪幾位即將畢業的師兄 師姐 問一下他們在上大學前對未來的展望 以及現在畢業前有什麼遺憾的 你好你好 請問你們是畢業生嗎 是啊 我們在做一個關於畢業生的專訪 我想問一下你們上大學之前對未來有什麼展望 以及現在畢業前有什麼遺憾的嗎 嗯 上大學前對未來的展望啊 應該是 刻苦學習編程知識 掌握多種前段知識和後台語言 成為一名全家的工程師 然後逐漸屬於自己的口罪 寫出能夠改變世界的情緒 努力下的大學生活應該是 情緒通通拿用 每一個學習都拿獎學技 即便要保持在4.0 然後順利保研 收穫鮮花和掌聲 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我理想的大學生活應該是 我要在有限的時間裡好好學習 每天泡在圖書館 在大學四年完成一千冊影視書籍的閱讀 成為一名電影編劇 我理想的大學生活應該是 每天堅持兩百個仰臥起座和拋五公民 戒掉所有的碳酸飲料 攝入極低的卡路里 我要把我一生的飛鏢全都給剪下來 我理想的大學生活應該是 先打進系隊再打進院隊 搶最須我們版本是最關鍵的決殺 成為球場上的關鍵先生 帶領隊員獲得生命 後來我也沒人成為球場上的關鍵先生 也沒有在最後時刻命中安瑟波 但我還是每天跟這隊人 那千塊難求 減肥這種事情 畢竟是一場持久戰兒 什麼事情也是需要一點一點 才能完成的 哇 我瘦了我 偶爾還是要買一些好吃的 犒勞一下自己 最後我也沒成為 圖書館最勤奮的學生 也沒看多少影視書 倒是把豆瓣Top一千的電影給看完了 還開始寫上了影評 文筆倒是提升了不少 我最後也沒能夠去改變世界 但還是很努力的去彌附 跟專業程序員之間的差距 至於改變世界的事情 就交給別人去做 就交給別人去做吧 大學生活 大學生活 好像也沒成為 我當時想像的樣子 我也曾經常遇 理想的樣子 去努力和嘗試過 但最後 也沒太適合我 雖然變成理想的模樣很好 但現在的我 也沒什麼不好的 抱歉 四年前的我 我沒能成為你想要的樣子 我生掉遺憾